今年度全國運動會 滑船蜻蜓項目 南投縣代表隊更是奪冠熱門隊伍 選手們為了爭取家機 也提早前往賽場適應場地 南投縣滑船蜻蜓隊 從暑假開始 就在我們熱潭越野灣這邊 密集的訓練 到昨天結束 我們今天出發到石門水庫 去做場地的隨意學到訓練 當然希望就是能有自己的疫情 然後也不敢說一定可以拿到什麼成績 就是盡自己的能力 然後盡自己的要求 而考量代表隊參與賽事花費盛大 先體育會總幹事洪明慧 也奉理事長副議長潘一泉指示 與縣議員蕭志全 縣府教育處及水里商工人員 前往受其免力選手 並執政6萬元加菜金 奉潘一泉理事長的指示 專程來關心我們划船 蜻蜓以及龍舟的孩子 這次的水域活動的機會真的很多 畢竟他們要出征將近一個月 要五六十萬的經費 但我們也是盡力的來籌籌給孩子 希望社會各界也能夠來協助我們 南投縣的孩子 讓他們有機會為南投縣來爭光 為臺灣來爭光 縣議員蕭志全 除了希望南投縣代表隊 能夠在今年度全國運動會中贏得多面獎牌 為獻爭光 也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爭取更多經費 讓選手們能夠專心投入比賽 爭取佳績 南投縣的水域活動都相當優異 今年競賽的項目 包括滑船 蜻蜓 龍舟 以及標竿的競賽 我們的隊伍都有參加 相信今年在大家士氣高昂之下 更能為我們南投縣爭取到更多的獎牌 也期待我們縣府相關單位 多爭取一些經費 讓我們選手們無後庫之憂 能為南投縣來爭取佳績 南投縣划船輕艇代表隊 參與全國運動會 縣體育會理事長副議長潘一拳 縣議員蕭志全 也期許選手們都能夠發揮實力 來為縣爭取更多榮耀 記者盧宇凱與此採訪報導